歡迎收看賽馬娛樂新聞 剛剛的星期日 法國騎師賀銘連真是威盡整個沙田日賽 是呀 全日十場賽事裏 他日後期贏了五輪那麽多 難怪連出十八個IG story share自己的英姊 沒錯 他女朋友更興奮得拿一枝香檳去接他下班 好sweet呀 那不如keep住sweet 繼續給大家看閃光彈 1月17號是巴道太太Eva的生日 作為好好老公 當然要送禮物 讓老婆仔可以拍照照片出post 嗯 這麽大手筆 巴道要努力贏馬才行 連馬師方家拍太太一向熱愛時裝 這日方太有出動逛街 穿上時裝品牌 聯繫戶外運動用品的年薪裙 嘩 好有霸氣呀 Come on Patsy Come on 嘩 這位依依喊得很緊 Come on Patsy Come on Come on 原來她是愛爾蘭跳難賽騎師 Patti Brennan的媽媽 作為兒子的忠實粉絲 看著乖子一直領先衝過終點 緊一點也很合理 Katti你最近有沒有留意日本馬壇出了匹純白色貼馬 人氣爆燈呀 我知道呀 她叫Saudashi 出賽四戰全勝 不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由頭白到落尾 是首匹勝出group one賽事的白毛馬 純白色的馬香港就沒有了 不過其他顏色大家又懂不懂分呢 一講起馬匹你會想起甚麼顏色呢 是不是啡色呢 其實馬又怎知一隻色呀 馬匹模式是指馬身皮毛的顏色 香港一般會劃分為七種 而我們的賽區裏面佔大部分都是 組色、中色、綠色和灰色 考下你金槍六十的模式是甚麼色呢 答案是中色呀 而它的四肢中毛和尾毛都是黑色的 那這兩隻你又分不分到哪隻是組色和綠色呢 時事精彩是組色 而高大威敏就是屬於綠色 兩種模式有甚麼分別 可以看馬身以外的毛髮 就比較容易判斷的啦 綠色買的四肢中毛、尾毛 全部都是一樣色的 而組色就是黑色 香港一向比較少灰色馬 所以一有成績突出的 就特別受馬迷愛戴 還會用灰獸來形容它們 近年戰績較好的灰獸 就有黃蝦王啦 灰色的賽區年紀大了 模式會變白 就好像已經退役的加州萬利 初跑頭一年灰色還是很顯眼的 不過退役之前就變成白色毛了 比賽上常常會聽到用黑馬跑出 來形容爆冷的賽果 而現實上黑色賽區就比較少見 現役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 船里多彩、健康美麗和荷花復星 它們在陽光之下跑 毛看起來零色有光澤 還不是黑馬王子 原來不只是馬身 還可以留意中毛、馬尾毛等顏色 今天真是又學到東西了 明晚的跑馬地夜賽 會有齊早式、中式、栗式、灰式的馬仔出賽 想記得清楚點的話 就記住收看明天的Live 今集的《賽馬娛樂新聞》講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